卷所對決喜劇演員高宇 死魅悔游進入終結倒計時 大家好 我是五個光 就宿悔戰239話情報已經更新 來和我一起先賭為快 讓人有些意外的是 本化標題不再是人外魔鏡興速決戰 而是變成了愚蠢的幸存者 鏡頭也和標題一樣 從新宿戰場轉到了一名正在逃亡的死魅悔游勇者身上 死魅悔游中發生的一切 讓他對卷所恨之入骨 同時他也無法理解 為什麼卷所要通過獸肉重生給予他們第二次生命 現在又要把他們全部殺光 很快他就被卷所的舟靈追上 並且聽到了他毫無感情的言語 如果覺得太淡了 我就會加點調味料 如果味道太濃了 我就會多加點水 你們對我來說就好像調味料和水 我對這一切不會有什麼特殊的感覺 被舟靈包裹住頭顱的舒適 通過發尾發動舒適想要反抗 但卻沒有成功 頭顱也被舟靈徹底封死 卷所來到面前一直談向他被封印的頭顱 並且說到 雖然我對你們沒有什麼感情 但你們還是有點用的 確實有點可惜 在這名勇者被暴頭身亡後 卷所仍在對著屍體自言自語 告訴他自己能找到他們 是因為獸肉重生的術師 體內的咒物都被他做了標記 此時另一名勇者出現 順便吐槽了一下 卷所對著屍體說話的行為 來人正是許久未見的黃盧 卷所在見到他之後 莫名說起了自己的擇有標準 首先 不能讓我覺得無聊 同時還要和我在一個水瓶線上 黃盧直接表示 他對成為卷所的朋友沒有絲毫興趣 因為他已經收購長包的朋友了 順便再次吐槽了 卷所自言自語的習慣 並直接指出 這是因為你活得太久了 卷所沒有否認這一點 同時補充道 是因為我的朋友越來越少了 就在這個時候 卷所卻突然讓黃盧等一下 並且掏出手機 開始觀看 五條巫和宿諾決戰的直播 此時屏幕上出現的 正是五條巫被腰斬的那一幕 卷所觀看直播的同時 不忘對著新朋友繼續解說 他能夠感知到戰場上的變化 是因為自己留在心素的咒靈 並且能夠通過咒靈總量的變化 來判斷是否有人離開了心素 尤其是咒靈總量排名第二的一股 就特別容易引起他的注意 在短暫的友好交流之後 卷所再次發動咒靈超速 無數咒靈瞬間向著黃盧湧去 黃盧也同時發動舒適 掰下自己的牙齒就向咒靈 在成功引爆牙齒後 黃盧想要趁亂離開 卻被咒靈再次包圍 這一次他挖下了自己的左眼 但沒有能夠成功引爆 而是被一旁的咒靈吞入腹中 失去抵抗能力的黃盧同樣向卷所問起了他的真實目的 卷所的答案是 他將消滅所有勇者來結束死滅回遊 並以此作為束縛了條件 開始天原與全日本人類的童話 在卷所終結黃盧生命的同時 一道人影也出現在遠方 來人正是喜劇演員高瑜史艷 卷所對於他的出現有些疑惑 但依然毫不猶豫的發動了攻擊 因為他對除了日車之外的現代覺醒出世 都沒有任何興趣 讓他沒想到的是 高瑜居然扛下了這一機 拼在深坑中咒罵的卷所 看起來似乎並無大礙 這充滿違和感的螢幕 讓卷所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高瑜卻很快回復了高漲的情緒 並開始說著自己的登場宣言 雖然說世界上有很多讓人興奮的東西 但最讓人興奮的事情是 一個原本只是拿來湊數的搞笑藝人 卻成功引爆全場 而卷所對他的回應居然是 你說的對 以上就是本次情報的全部內容啦 在冒話正式更新後 我也會帶來更加完整的解說 另外別忘了關注訂閱我 感謝你的觀看 我是劉克光 我們下期再見